綠能科學層 綠能科學層 這個科學層 在台灣的綠能的產業裡面 到底扮演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它是不是真的有開發的必要性 那會不會我們花了這兩百多億的經費 結果最後卻是一個蚊子的科學層 吻合 吻合旁有一個八十年的肥市場 就要那些人聽賭 市政府的說法就是因為這個肥市場沒有文主的主角 請教說這個文主的主角 目前都是我們頭到幾個人來觀察的 這部分才有頭到的收穫 更好的方式可以更公開 還有更多市民可以來討論 前陣子又有相當多期 就是大學生在打工的時候 他的勞動權益被遭到老闆的剝削 那我想問一下立委就是有沒有方案是可以 保障就是大學生在打工時候的這些勞動權益 南鐵安 南鐵地下化安爭議這麼大 那你們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爭議 地下化之後 車輛的速度要減緩 對交通的改善是改善了多少 那這樣真的是很前瞻的計畫嗎 我們講一下 就會對了 轉好 我們講 novamente 還有文字出示 還有文字出示 文字出示 文字出示 文字出示